大家别再当迷语人了 别有发生了上次那件事 对对对 那件事闹得挺大的 全校都传疯了 但是也不是特别大 你要说小吧 也不是特别小 发生什么事了 什么你居然不知道 那就让我来告诉你 你还是不知道的好 上次碰到这种事情还是上次 对对对 上次是那次 这次什么时候 下次还来吗 下次一定 下次一定 你们都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到 兄弟听歌一句劝 这种事情外行人只能看热闹 那内行人呢 直呼内行 你们真是太过分了 这说的都是什么 我看你们是冰淇淋赛日光浴 没话找话 对对对 我认同你说的 我最讨厌两种人 一种是谜语人 那种懂得都懂 看来你不懂呀 不懂的我也不多解释 毕竟自己知道就好 我们说了这么久废话 你都没懂 那你太失败了 不过这也不怪你 毕竟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 都有一条脊椎骨 套路啊都是套路 谁能想到你们这张温和无害的脸庞之下 竟然隐藏着面部肌肉和神经 看来你已经误了 没错 刚刚你们说的这些话 抛开内容来讲 我还是很赞同的 是吗 抛开事实不谈 我们也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 所以你们到底在废话些什么 我们在对up主 被长期白嫖这件事上 进行深入前出的讨论 哦 所以有结果了吗 我们已经讨论了半个月了 目前还没有进入正题 这有什么好讨论的 如果你们看了这个up主的视频 那么你们就会发现你们看了一个视频 但是如果你们把视频看完了 你们就会发现你浪费了两分钟 但是如果你给这个视频点了三点 那么就说明up主会很高兴 嘿嘿嘿 并且如果你点了关注 你就会发现你不仅损失了两颗硬币 还关注了一个逗逼 所以我猜弹幕上现在诠释下次一定 哇好有道理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具体什么情况 那还得看情况 大家都是明白人 你们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我也是明白人 明白人就应该明白 我明白你明白的意思 只要大家都明白明白人 应该明白我明白你明白的意思 这样的话 大家都能明白自己明白 对方想要明白的意思 我说的这么明白 大家应该明白了吧 同学们 好久没有听到你们问奇葩问题了 难道最近蟑螂才进来 怎么没有 老师请问为什么自古红颜多薄命 因为没有人在意丑的人活多久 为什么每次洗完澡之后 我都觉得自己变帅很多 因为你脑子进水了 为什么林黛玉倒拔垂阳柳的时候 孙悟空没有让刘被拦着 可能是贾宝玉被逼上卢子山的时候 卢之身刚被诸葛亮救出来 为什么女朋友的男性朋友叫男眼 因为蓝色加点黄色就会变成绿色 哦 那如何优雅地表达愤怒 为什么黑色能吸引所有的光 却不能吸引我的目光 确实 黑色怎么能吸引目光呢 不吵什么东西闪过去了 哦 好黑 完全来不及暂停啊 我今天就不信我看不清楚 古人使用贝壳做货币 为什么不去沙滩捡 我想弹幕应该可以告诉你 沙滩上捡的币叫什么币 为什么没人说 哈哈 因为那是伪劲词 他们发布出来 那么问题来了 张三在酒店叫了大宝剑 结果发现到的是他的老婆 这个时候警察闯了进来 请问张三该不该进监狱 不该 既然他们是夫妻 那么警察就没有证据 但是张三最后还是进监狱了 为什么 因为张三一次性点了脸啊 骂三 这么善心病好的事 那着实是有些刺激 啊这 老师三个道士玩比仙 算不算钓鱼吃吧 手术成功率那么低 为什么不多做几次呢 为什么外国神仙横着飞 中国神仙树着飞 我做锦花的舔狗 那我算精确 我今年才九岁 但是我已经有十年老血栓 那是不是意味着 我爸用下半身思考的时候 也有老血栓 好家伙 你们的老血栓连起来 至少能绕地球两圈 还有呢还有呢 冰山一角 为什么冰棍要我 九牛一毛 为什么一斤牛肉要几次 猪吃的叫猪食 鸡吃的叫金食 为什么我吃的叫零食 好家伙 这是诡计多端的理儿 太好了 校长来就惨啊 欺负弱智算什么本事 啊 你们有本事回答我这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 只有公路没有母路 因为这个世界上 本来就没有母路 那请问小路是怎么出来的 因为这个世界上 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 便有了路 哦你们的意思是 小路没有马 那可不 那马路是什么 我回来了 臭小子 你还是得回来 你也不看看 几点的年龄 还有这个家吗 我是练了 就不能安慰一下我吗 分得好啊 像你们这种早练 是没有结果的 说的对 年纪轻轻 就应该把精力 放在学习上 可是她是市长的女儿啊 啊 逆子 连个女人都留不住 你还有什么俩回这个家 我怎么生出了个 你这么没用的东西 家门不信啊 啊 别急 我们先听老弟说说 是什么情况吧 是这样的 我和我女朋友玩王者农药 我玩刘备 她玩孙上香 她说要和我改个情侣名 然后我就给她改了 然后她就给我分手了 那你改了啥名啊 留个马备用 给你马上香 嗯 真是喵蛙种子 在米奇喵喵屋吃妙翠脚 喵到家了 哎呦我现在后悔死了 可是也没有后悔药啊 没事儿子啊 后悔的事儿谁都做过 想当年你老弟 我最后悔的事儿 就是抢了你王伯伯的女朋友 嗯 不过现在一点也不后悔 还得多亏了她 我才能拥有你们几个小可爱 对啊 那还不得多亏了她嘛 对啊对啊 啊 诶姐你有什么后悔的事儿吗 你还有脸问 嗯 那是去年 小妹快去叫你刚来吃晚饭 我不带 她上网课呢 我才不去 每次上网课去找她 她的咒啊 那孩儿她姐你去 好的呢 上音乐课呢吧 这个我知道儿子只是在削铅笔 是的呢 祖传铅笔 同学们好啊 这节课继续治疗大家的老血栓 你们有什么奇葩问题尽管问 考验 老师为什么只有女大使八变 没有男大使八变 这是因为男大只有十八斤 每次跟女生聊天没两句 她就要去洗澡了 我该怎么办 告诉她不方便打字的话 那就开视频 不行 这招我试过了 打视频过去显示对方正在视频通话中 那就谴责她一点都不环保 地球上的淡水支援不到3% 而我每次跟你聊天的时候 你都在洗澡 你觉得这样子环保吗 节约吗 所以为了支援的可持续性发展 咱俩可以一起洗澡 Mew 那么假如世界上多出来一个事实效忠你的人 你会怎么做 我会命令他自由的活下去 啊 十分的高尚 无愧是班长 我会帮他开通花北并且套现 格局小了 命令他考清华 毕业之后挣钱给我 这还差不多 他是什么性别呢 恶操 我们居然忽略了重点 都事实效忠了 就不能让他去一趟泰国吗 老师警察下班之后 我打他还算洗警吗 不算 但是说不准你一打他他就在加班 那么请问我第一次去网吧 我该怎么表现才像经常去的样子 抱起网管直接舌吻 老板直呼内行 老师马上我们就要升学了 请问军训的时候做什么队装逼呢 做月子 老师唐朝的皇帝姓李 那为什么唐朝不叫李朝 照你这么说 如果有皇帝姓高该怎么办 人类为什么没有发展出攻击性器官呢 谁说没有 听说最近已经进化出压迁了 那为什么这届奥运会观众席上都没有人呢 因为日本奥委会怕他们的裁判被围呦 可恶 好强的老师什么问题都答得上来 能拦住我的问题貌似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那么老师 如果你躺在一张床上 左边躺着你的女神 右边躺着一个gay 请问你要背对哪一边呢 默契 这可是世纪难题 我当然是选择借力打力 老规矩投币过三万 必出下级 哎呀好烦啊 女朋友跟我分手了 卧槽难道你的梦想是去导国当特殊男演员的事情 被他发现了吗 那倒没有 主要是他不准我玩游戏 非要我在游戏和他之间选一个 游戏和女朋友哪能比 你就不懂了吧 游戏没了可以从男 女朋友没了就可以一直玩游戏了 对呀对呀 肯定选游戏 我怎么没想到 女朋友天天啥都要管 大事小事都念叨 生气要哄 逛街要陪 打个游戏一直发消息 不回就打电话 不接就一直打 还是跟兄弟一起玩最开心 男人才懂男人心 男人理解男人苦 女朋友只会让我们的友情添堵 遗雨进行梦中了 太对了 听你这么说 谈恋爱确实不好 我前段时间差点就中招了 那天我骑自行车 遇到了我的女神小红 我说小红要不要骑着我的自行车 一起出去玩 没想到她红着脸说 能不能把称呼换成宝贝 这明显是勾于你呀 一般人绝对把持不住 结果我对她说 小红要不要骑着我的宝贝 一起出去玩 她转身就走了 从此再也没有跟我说过话 干得漂亮 女人哪有兄弟重要 前段时间发现一个妹子被人欺负 我哪能忍 直接把那几个坏蛋赶跑了 厉害你很勇 然后呢 然后妹子说什么条件都答应我 千万不要中了她的圈套 白嫖可耻啊 我当时就拒绝了 我说可惜你是一个女儿生 不然撒家定于你结拜为异性兄弟 干得漂亮 你们这算啥 今天我的女同桌还让我猜谜语 说从前有两个人 一个叫我喜欢你 一个叫我不喜欢你 有一天我不喜欢你死了 剩下那个人叫什么 这不是宋芬婷吗 叫寡妇呀 对呀 谁知道她说她愿意做我的小寡妇 我朝送命题呀 对呀 这不是这我死吗 我当机就把书包都给她养了 干得漂亮 女神今天邀请我去大家玩游戏 还说要下面给我吃 那你怎么来这儿了 嗨呀 游戏要跟兄弟一起玩才好玩 面要大家一起吃才香呀 所以我才来这叫你们一起去呀 干得漂亮 嗨呀 可惜我去不了 我今晚要陪我女朋友 啊 你不是分手了吗 啊 我每个月都换两个女朋友呀 啊 干 哎 我等一会求三年的时候 你负责点赞啊 好好好 对 你投币 你投币 你负责收藏啊 配合 预备 走 投币 变成